哎呀 这种池呀 我们做过很多次了 圈套体 就是这个圈形它和航线不匹配 其实大家基本上要么等顺位的等顺位 绕圈的绕圈 这个位置啊 DKD和RNG两支战队如果要揉起来的话 那对于童家宝而言 那真的是喜鹊 对于SD来说也是喜鹊 直接揉了起来吗 这个地方捡到一个喷子 可是喷子的距离 不大好说星辰先被喷倒 小天这里一把手枪放到了星辰 其他RNG的成员都在外侧 这个地方进入长桥房 而98K这里也是一把手枪 星辰行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但是在屋外能不能够架到屋内呢 现在舒展是没有枪的 看一下经典的枪系情况 DKD是完全占据了所有的优势 没错 86已经找到了连发的复翔 这个地方先回避一下 这个位置98K找到了一把AK 而且是力大逮捕 两边各损失一名有声力量 现在两边的情况都是一个冲锋枪 一个大枪 然后两个人都是一把手枪 而且现在头甲非常的脆弱 这个地方KD好像已经把门给打开了 留了一颗道具进去 一颗烟起了 而舒展也已经悄悄地摸到了一楼附近 在楼梯之间徘徊 基本上房间是一个2v2 在这个位置摇架一下过点 在不断地摸索 这个地方清一下脚步 但是烟马上要散了 98K的这个位置 在徘徊 还是看枪械情况 小天手里现在因为没有一个连发枪 还是比较不舒服的 没有人考虑上房顶吗 这个地方不敢贸然往外面拉 你看这一旦有人拉到外侧 其实七七行和志爱分别都是在架的 万一刚一翻出去 可能就会被放倒 现在大家都是不知道他们两支战队在哪打的 但是呢 你再过一会儿 现在已经离缩圈还有40多秒了 你再过一会儿 真的就会有其他队伍来了 比如说诗城南部的GD骁龙战队 这个位置七七行先动一步 马鹏没有人了 但是DKD的成员好像不知道 志爱这个地方跳起来应该能够看到七七行 而且志爱刚才这个位置 七七行是发现了志爱 但这样的话 这一点只有若败一个人 若败放到了舒展 换子弹 只有十发子弹了 但是98K手里是一个AK 哦 最终 RNG在这个石城西边马路的一个长条房 是淘汰了DKD 而且DKG现在最需要追分的时候 本局成为了场上